最新消息来看到有毒贩呢在今天清晨为了闪避这个警方查气 情急之下竟然开车来撞警员 而警匪呢甚至发生追逐 最后警方是开了两枪才击中了毒贩的车辆 顺利将他逮捕到案 最先中文林献的记者李一提 是主播今天清晨呢一起突发案件 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在新北的新庄 只有发生了一起警匪追弃的案件 那这个呢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轿车呢 副驾驶座的玻璃呢几乎全毁 因为当时呢就是这个高性嫌犯 他不肯配合警方查气 甚至还企图驾车逃跑 那最后呢警方围捕之下呢 嫌犯仍然不肯就范 那还企图这个冲撞远警呢 那最后警方连开两枪 那射中嫌犯所驾驶的汽车 所以副驾驶座的玻璃还有左边的轮胎呢 都全部这个都全部的毁坏 那后来呢警方逮捕了这个车上两名嫌犯 那又到另外一个住所 逮捕了他们的一个同伙 那搜出呢毒品总共有三包 那当时呢在这个搜捕的过程中呢 有一名远警呢甚至因为这样子 所以双手受伤 不过幸好只是轻伤 那最后呢逮捕三名嫌犯 那带回呢了解毒品的来源 那以上是现场情形 镜头还给彭内主播哦 好的现在怡婷看到毒贩 躲避警方查气 开车冲上远警 不过警方呢是开枪来制服 哦